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上海宣布全域静态管理 我看到新闻画面 大家有传闻说要封城 所以说都疯狂到超市去抢东西 上海市政府深夜宣布 就是30号的深夜宣布 采取全域静态管理 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利平早日实现社会全面清零 这个是他的说法 就是说上海市政府的说法 那什么叫做全域静态管理呢 就是全员要核酸筛查 全面留掉排查 全民清洁消杀 那就等于说有很多措施了 而且是要分批实施 无缝衔接 然后管理风险人群 现在这个疫情真的要清零 是非常困难的 包括台湾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那这全面的排查 这些筛查啦 还是要做隔离嘛 最后最后还是要做封闭嘛 所以看起来这个大陆的内需经济 确实会是因为这一波新的疫情在起 受到蛮大影响 那上海是以黄埔江为界 在周一开始实施所谓 封半程的防疫措施 就一半 这个一半封了 另外一半没封 那现在是全域了 就全面都要封了 那周五呢 预计是要轮到浦溪 但是呢 在昨天就已经宣布全域封了 所以等于说是浦溪这个部分呢 是提前了 那这个是整个大陆的状况 那上海大家都知道 北上广深 这个是太重要的城市了 那个消费啦 各方面的一定都影响 所以今天中国大陆公布出来的 这个PMI数字 非常的难看 也使得今天整个入港股的表现 是并不好 我们看到 今天亚洲股市里面 港股是跌了1%多 另外入股呢 今天也同样的下跌 上阵值是跌了0.4% 深层跌了也是1.2% 跌了1%多 好 那台湾的状况也不少 这个状况呢 其中之一呢 就是因为原物料啊 飙涨啊 工资飙涨 所以说不动产业啊 今天市井 就是说呢 这个台北市不动产 开发工会的理事长 好 说 八九月 好 这他个人预估啦 我们等一下请教吴老师 他说八九月会有一批中小型建商的倒闭槽 好 所以听众朋友 如果你有买房子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你建商的信用各方面 好 他说波及到购物民众跟国内景气 衍生社会问题 这是他的说法 这等一下我们来请教吴大任老师 我们先来谈一下消费信心指数 好 三月的消费信心指数是续降 继续再往下调 那指数掉到72.24点 较三个月又跌了快一大点 六个指标里面三升三降 下降最多的是投资股票时机 大家没信心 对股市 那是这样吗 我们广告来请教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吴大恩老师 吴老师你好 阮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这消费信心 我记得没错的话 已经很多个月持续在下降了 对不对 对 那而且呢 这次的总指数的部分呢 他是创了去年七月以来的最低 因为去年呢 我们也是有比较严重的本土疫情 所以六月呢 大概是七十点左右 六月他就中错了 消费信心 对 然后呢 七月有上来一些 那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调查的这个结果 是跟比去年七月的情况还要差一点 为什么会这样子 疫情并没有说比去年更严重吧 对 但是我们有六个分项指标啊 是综合下来的这个指数 那应该就是其他指数拖累下来了吗 对那其实最主要的部分 还是因为通膨所产生的影响 所以在物价的部分呢 虽然那个这一次是小幅上升一点点啊 但是他的指数是30.55嘛 只比上个月多一点点 那这个从统计学的这个角度来看 它不算是显著的变动 所以大概是维持跟上个月的情况差不多 那会是这个指数是因为 当我们调查的时候回答 在未来半年那个物价大幅上升 还有小幅上升的人数很多 在九成以上 所以说呢 它才会使得这个就是有关物价的信心 还是非常非常的低迷 那是一定的啊 谁不认为未来半年物价会上涨 请举右手给我看一下 对不对 这个物价上涨已经变成全世界性了 不是单单台湾嘛 全世界性的这个物价的通膨是40年来最严重的状况 跟天后没有报告几个数字 你可能要不要惊讶 昨天德国公布出来三月份 德国的CPI高达多少 7.3% 这个是90年代两德统一以来 40年来最高的通货膨胀 德国等于说40岁以下的人没看过 现在德国物价这么高的 这个通膨这么压力大的 那另外西班牙三月份的CPI 是创下1985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这个1985年以来 然后英国央行行长 英国央行的老大说什么 他说呢 你这个英国人啊 国民呢 实际收入啊 要小心受到历史性的冲击啊 不要怪我没把话说在前面 我要告诉你们啊 你们要小心你们的国民实际收入 什么叫国民实际收入 就是你的实质薪资的收入嘛 就通货膨胀跟你的明目薪资 这个真实的收入嘛 对 他说要受到历史性的冲击 是 哇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央行行长这样讲 如果今天是杨总裁跟大家讲说 中华民国的国民啊 大家要小心 你的收入会受到历史性冲击 那不得了啊 对 那我们台湾的实质薪资 也是在停滞的状态啊 那现在通货膨胀的状况 在加剧的话 那实质薪资有可能是往下走 好 那我看到这个 这次的消费信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从这个绝对水准来看 五项指标 就六个分项指标 五项都偏向悲观 只有未来半年购买耐久财货时机 偏向热观 没错 那这个可以跟我们来解释一下吗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况呢 对 耐久性财货 他他的内容里面呢 最重要的部分当然还是房地产了 所以因为我们的房地产一直到三月份 其实他都还是那个还蛮热络的 所以信心也是很强 那除了那个耐久性财货的这个指标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独立的房地产信心指标 就是后来 也就是在从前年开始 我们认为那个房地产 对台湾的经济其实影响也是蛮大 所以我们从前年开始 就有 就是整理相关的一些资料 那如果我们去看房地产信心指标的话呢 这个月也是降了三点五点 所以他的降幅跟耐久性财货购买时机的状况差不多 那那个但是呢 他还是在一百点以上 所以他还是乐观 所以呢 在有关房地产的信心这个部分 我们三月调查的结果相对还是蛮强的 那但是呢 跟前月比 跟二月份比 他当然是有显著的下降 那我的判断 就是这个下降的部分 可能是来自于央行升息 就是央行在三月十七号 就是他宣布升息 而且升息的幅度一码 那这个是超过很多这个学者的一些预测 包括我 我也是觉得 那个央行这次的那个升息 也未免太迅速了 那所以说呢 他因为是意外的状况 所以他就导致那个 就相关的一些商品市场的 有信心都会受到影响 对 不过至少的还在一百点以上 就整体而言 他还是相对强劲的 对 应该这样讲 那这也其实很理解嘛 这个六项指标里面 五项都偏向悲观 只有房地产相对 大家还比较有信心 就因为通膨啊 大家就保值啊 是这样吗 对不对 新闻你升息 我至少买个房 可以保值 是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吗 对 我觉得 这种想法 其实还是很普遍啊 那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 从去年开始 就是跟营建业相关的原物料价格 也是 涨太多了 对 所以大家也是看到这样的现象嘛 所以我们现在盖房子的成本 也是大幅上升 那另外呢 因为那个在台商的 就是台商回流 所以呢 那个有很多地方 它都在扩厂 就是加盖新的工厂 那这些效应呢 就使得那个营建业的 劳动市场 就是出现了一些 这个供给短缺的现象 那它当然就会推升工资嘛 所以营建业的工资 在去年它也是有相当幅度的成长 那这些呢 都加重了这个建商的成本 好 那今天中信金控举行法说会 它预估呢 到今年底央行总共会会升息2.5码 因为我们已经升一码了嘛 等于说后面还有这个1.5码的升息空间 您个人同意吗 我觉得 其实是蛮有可能的 就是升息2.5码 那搞不好还低估了 因为那个美国 还低估啊 对 那等一下讲一下您的看法 您的预估是多少 我应该是说 那个美国现在的预测啊 就是到年底之前 它的利率会来到1.75到2 那所以说呢 大概就是 它还会再升息6码 那如果美国升息6码 我们才升息2码到3码的话 其实这个利差还是蛮大的 所以新台币贬值的压力就会变得更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这没办法啊 台币就一路走贬了 那台币走贬呢 其实对 就是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就会变得更大 对 其实它的逻辑很简单 假设那个用美元计价商品价格不变 我们每贬值10% 就等于是用台币计价的商品 涨了10% 所以当然民众对物价就更悲观嘛 没错 台湾什么东西都靠进口啊 对 油也要进口 天然气也要进口 煤矿也要进口 那你这个能源成本就上升了嘛 对 我们的能源90%以上是要依赖进口 对啊 所以民众怎么可能会对未来认为说 不会物价不会涨呢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依照中信金的预估 今年央行如果升息利率真的是2.5码 就升0.625个百分点的话 我们年底的利率会拉到1.75 这个重贴线率 那房贷利率呢 会从现在目前之前的这个 没升息之前的1.35的历史最低 平均房贷率 五大行库1.35 拉到将近 拉到2% 所以年底呢 房贷率就会来到2% 那先前呢 是1.35 那到2% 那多了0.65 那大家就自己去算一下 你的利息支出 一个月会增加多少 这都可以算出来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major显著的影响 那至于说 我们的收入有没有增加呢 你扣掉这些支出 你的实质收入很难增加嘛 除非你是在台积电嘛 像刘敦英讲说 4月加薪会让大家非常惊喜 对不对 如果你不是台积电 你就没有那个 让你惊喜了嘛 所以说一般的公司 我想要大幅加薪 可能性不高啦 对 所以我们继续来请教 中央大学 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 吴大尔老师 吴老师 您在这个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你有看过像现在目前台湾 或生活全世界通膨这么严重 这种困扰的情况吗 就是我在台经中心 这十几年来 其实是没有看过这么严重的通膨膨胀 那其实以美国来讲 它的这个通膨率 也是创了四十年来的新高嘛 所以我想全球 大概在第二次能源危机之后 就很难再看到 像类似现在的情况 好 那您刚刚讲说 您还觉得不止 升2.5码 你觉得两码半 你还觉得不止的话 您觉得 您自己个人估计 利率要升多少 其实我觉得 现在因为通膨的压力 还是蛮大的 而且有部分的一些国际的商品 看起来没有缓解的现象 但油价会相对比较 不是那么悲观 因为今天好像美国 也宣布它的产油 美国要打压嘛 说要释出1.8亿桶 是是是 所以俄罗斯的原油 虽然不能出口 但是呢 还是有一些国家 他们还是会跟他买 像中国跟印度 那另外呢 那个其他的一些 这个欧佩的国家 那个我想 这么高的油价 对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所以很可能下半年会增产 那这样子的话 价格就可以压下来 但是呢 其他的部分 就是包括像 那个粮食 那因为那个现在战争 可能就是 就是会担入到 那个他们的 这个耕种的季节嘛 所以呢 现在时间到了 这个季节到了 你没有产出 那今年就不会有产出 所以粮食的部分呢 可能就会比较悲观一点 它可能全年都会有 那个粮食短缺的问题啦 所以价格可能 就会不断的上涨 所以综合这些影响 再加上那个中国 刚才阮大哥有提到 这个中国呢 它封城除了影响到 他们的这个消费 影响到中国的经济之外 最大的影响是 全球的供应链 本来是会慢慢复原嘛 那现在中国的这个状况 可能会让复原的时间 又再拉长 所以零组件的供应 平价商品的供应 也都会产生问题 所以今年全年啦 这个通膨的压力 一定会变大 那台湾呢 除了那个能源进口的部分 就是它的占比 就进口 占我们总消费量的 这个占比超过九成 粮食也是很可观啊 那粮食呢 如果用热量来算的话 我们自己自主的比例 就30% 那所以说呢 要仰赖进口 对 大部分要仰赖进口 那现在粮食的价格居高不下 那我想 那个输入型通膨的压力 一定会变得很大 那央行呢 它升息 其实最主要还是要 还是要参考 就是美国联组会 升息的幅度 那如果美国的通膨 但目前看起来是比台湾 更严重了 因为它还有工资的 一些压力在 那而且美国经济 看起来也都 还是这个 还是很热 所以呢 那个 美国的这个状况 就是你要把通膨压下来 当然是比较困难 所以联组会升息的幅度 那个如果 它把那个利率调到2% 那台湾呢 为了维持 那个利差不要太大 就会跟进 那所以说 美国如果升息6码 那台湾呢 最有可能 至少要升息到15码 那所以说 基本上还是要看 升息到多少 你刚刚说15码 没有 4到5 4到5码 OK 对对对 对不起 就是不能也超过 不能差美国太多就对了 没错 不然的话台币就不知道怎么扁了 是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 两难了 两难了 对 那个美国 在3月16号宣布升息 那我们几个小时之后 在3月17号 还有时间的一些 落差 那我们在 在第二天 3月17号 马上就跟进 而且升息的幅度 跟它一样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台币呢 一开始的反应 就是升值回来 到28.2 后来又扁回去了 对 现在又扁到 跟原来的这个状况差不多 OK 好 那另外 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理事长 这个陈理事长说呢 原物料价格飙涨 基本工资上升 再加上呢 当然他多了一个说 政府多重打草法 打房措施 他说中小型建商已经撑不下去了 预期八九月会有一批倒闭槽 他会说这样会引申社会问题 波及到警惕 您同意吗 基本上我是 那个部分认可 它的这种看法 确实是对中小型建商来讲 这个 它是会有风险 因为我们现在房屋的交易 特别是新屋的交易 都是用预售 预售呢 譬如说消费者是三年前买的 三年前那时候所有的建材的成本 相对都低很多 工资也低 所以他当时算的这个成本 那他加上一定的利润 他就卖给消费者 但是呢三年后他发现 他把房子盖起来 再交给消费者 他可能亏损的很严重啊 所以这个他可能就被迫 就是要离开市场 那这个时候呢 这些交易纠纷就会出来 那小心烂尾楼哦 对 所以其实这种情况呢 在大概1999年的时候 也发生过 当时很多建商倒了 所以就产生了本土型的金融风暴 我想阮大哥应该有意思 有有有 对 所以我们其实 中南部很多建商 尤其商市公司都倒哦 是 他不是中小型建商 什么兼美啊 一大堆 没错 好 所以这个看起来 买房子 大概也要注意一下 建商的稳定性 对不对 建商的信用 其实还是很重要 对 他的说法是这样 他说呢 这个不动产 现在业者很惨啊 他说呢 因为政府一连串打房 当然他这个责怪政府 打房政策 这个见仁见智 我们不自评了 他说去年前年 有签订核建更新案的 中小型建商 因为台北市大部分都是一些 这种所谓的核建更新 就有地主户的这种 他说这种案子 毛利率不会超过三成 他说现在物价工资 整体涨幅都超过三成 所以现在目前这种案子 大家都赔钱 都陷入困境 所以这个说法实在吗 真的建商盖房子 毛利率没有超过三成吗 其实我觉得是看地段 还有看他那个 就是 当然他是跟地主合建 就比较没有土地成本的问题 但是以前很多建商 他可以撑下去 是因为他在地价很低的时候 他就买入 所以可以 就是可以渡过难关 但是呢 现在是跟地主合建 所以他就没有这方面的benefit 了解 所以相对的 他可能 就是要撑下去 就会相对比较困难一些 好的 反正呢 现在目前真的是多事之秋了 很多状况 那非常谢谢中央大学 吴大任老师 所以听到没有这个买屋啦 买股啦 今年都会要 比较谨慎一点 是吗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会到节目现场 是吗 我可以 我可以 但我可以 你会